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想呢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的中国相关的一些经济的问题 那在上礼拜大概在周五的时候 这个中国呢又开始对于台湾呢 实施相对的这个经济的报复 中国又再次宣布了 有134项的ECFA的这个关税的找收清单 的一个减让呢要给予中值 那这个134项的找收清单里面 这些关税的减让 包含了面向包含了石化产业 纺织机械 那还有钢铁金属运输工具等这些产品 会在未来6月15号会正式的这个生效 那事实上我想中国早在去年4月12号 就开始宣布要对台湾的这个产品呢 那实施这个贸易币的调查 那总共在当时提出了2455项 那在去年10月9号的时候 那又再次宣布说这个调查的期限呢 要延长三个月到今年的1月12号 但是他在12月21号的时候 其实他就直接对台湾的石化产业呢 有12个税务的产品要取消ECFA的关税减让 事实上在当时的时候 在石化产业的部分 一开始大家就已经知道说 他大概会首当其冲 因为当年我们在谈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 一个ECFA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受惠最多的就是石化产业 因此在现在你反过来看 如果他要去取消这些关税优惠的话 那当然这个对直接的冲击 当然就是石化产业 那在今年1月9号的时候 他又预告说 他会对于农雨啊 机械啊 汽车零配件啊 纺织这些产品实施ECFA的 这个关税减让要取消 那到这个5月31号的时候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 又再次宣布对于134项 这个ECFA找收清单 找收这个优惠关税 的这些产品要取消 那恢复以后的关税 最低可能会课增这个1% 最高有可能会课增到12% 这个关税 那当中国再次的宣布 ECFA的这一个关税优惠要取消的时候 我想对整个台湾国人来讲 或对于世界关心台湾跟中国的贸易 或台湾本身这个经济成长的 这些相关的社会的舆论来讲的话 我想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中国这样的一个制裁方式 那所谓慢慢的习惯并不是说 这样子就会对台湾产生多大的威胁 而是说大家对于中国它并没有根据的方式来实施制裁 我们在台湾这里我们看起来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呢 有必要再进一步的更为分散 那当你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产品 你必须要去接受外国的一个特别这个关税的优惠 你才可以卖得过去的话 那一方面其实也凸显你这个产品 在这个外国市场上面 你的竞争能力是相对比较不佳的 因为不佳 所以我才要给你关税的减纳 因为不佳 所以你有可能面对外国市场的一个竞争呢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国再次宣布终止这个134项ECFA的关税减纳来看 坦白说这个很难用经济层面的方式来分析它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事实上中国国台办 他们自己发布的新闻稿就提到了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这样的一个台独的立场 那所以呢 中国呢有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去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纳 所以这根本的原因跟经济跟中国过去所提到的贸易壁垒 我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中国本身对于台湾政府 他们的一个敌意 事实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过去台湾的政府 在跟中国签订ECFA的时候 其实很常谈的一句话就是经济归经济 政治归政治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看起来 中国从去年到今年 甚至在更早之前 对我们许多农民辛苦所种植的这些 凤梨世家 凤梨世家 农胆石斑 那实施这种 很多的这个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导致我们的农民有比较大的这个损害 那很多的层面 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政治 而非这个防疫 减疫 或者是贸易壁垒的层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中国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来说明 他也没有办法再接受 台湾跟中国进一步的 有所谓的这个贸易 一旦有发生贸易冲突的贸易纠纷的时候 应该要如何来进行所谓的争端解决 这个他都没有办法来跟台湾进行相关的这个磋商 因为他的认为会取消的理由 就是因为政治的理由 那因为不是经济的理由 也不是贸易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台湾来进行 所谓贸易的争端解决 我想这样的一个解释 比较可以合理化 为什么台湾跟中国签了这个F法以后 一旦双方有这个贸易的这个摩擦 那都没有办法好好来解决 我想应该不是过去的政府 没有签订所谓相关的这个F法的一个贸易争端的解决 而是单方面的某一个国家的政府 他不想要跟另外一个国家来好好谈 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我想随着中国对于台湾这个F法的关税减浪 逐步的取消 其实另外一方面 比较正面来看待 你也可以看到 整体的这一个台湾的出口到中国去的产量 也势必会逐步的降低 当然有一些人在过去常常会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厂商关税一旦被取消以后 有可能会加速这些台厂的外衣 但是我想我们从我们台塑企业集团 他们的一个说法来看不管是台塑化或者是台化 这些企业其实他们我想都已经心知肚明 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优惠 总有一天有可能会落日 坦白说即便中国没有取消我们的一个关税优惠 这些关税优惠总有一天会逐渐的落日 为什么 因为当中国的一个企业 如果它的竞争力跟你一样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道理中国政府还要片面的刻意的去保护 外国的一个厂商 保护我们这个台湾的厂商 所以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其实比较合理的说法应该是 中国的产能也都逐步的开出来 那中国政府也没有道理再继续保护这个外国的企业 所以才会取消我们台湾这个134项ECFA的关税 那我刚刚讲到台湾最主要的这个塑化集团台塑企业 那台化或台塑化 他们一个提到的是说要分散这个出口市场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提到了 就是持续要发展所谓的特用化学 就是不能再继续生产这种泛用的塑胶了 因为你可以生产的大家都可以生产 那当中国的产能都开出来的时候 那台湾即便中国没有取消我们的关税优惠 我们也用不到这个关税优惠 因为我们的产品根本卖不过去 我们可以从哪一方面来看看 中国这一次取消台湾的这个ECFA的关税优惠 那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产品 是中国厂商自己本身 他们就有产能过剩的一些疑虑 即便他没有取消我们也卖不过去的事实呢 事实上我想在中国宣布取消台湾134项 这个ECFA关税减浪优惠的同时 中国国家统计局事实上也公布了 他五月份的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他这个五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那49.5来看的话 是比前一个月降低了大概0.9个百分点 那所以制造业的部分 他们景气大概就是这个落入 所谓比较缩缩的一个区间 那我们如果从中国国家统计局 他们的一个公布相关的内容来看的话 事实上也不是说所有的制造业都处于不好的情况 有一些制造业是表现的还不错的 有一些制造业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不好的 比如说通用设备 那铁路船舶舶航空航态设备 电脑通信电子设备这些 行业生产指数呢 大概有连续三个月是处于扩张期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 跟ECFA相关的这些行业 比如说纺织、化学纤维、橡胶、塑胶、制品等 这些行业它的生产指数呢 就落入了缩缩的区间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注意到 如果你把ECFA台湾的部分 被取消关税减让的部分 跟中国这一次PMI表现不好的部分 其实是完全可以说是符合的 所谓的纺织、化学纤维、塑橡胶的产品 不就是台湾在ECFA早收清单里面 也是收回非常多的产品吗 所以当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生产指数 都在降低的时候 代表的就是 一来中国的市况可能不好 二来有可能中国的市场的产能太多 那不管是需求不足 还是产能过剩 我想是一体两面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去说中国中止了台湾的这个ECFA减让 关税的减让优惠 会对台湾的企业造成多大影响 我想可以合理的预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PMI这个部分 我们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当我们发现说 中国现在要开始对台湾的134项的这个ECFA产品 进行关税减让优惠取消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说 事实上在目前 我们的这些硕化产业的产品 那许多的这个产业 特别是高耗能的产业 高耗能的产业往往也很容易在中国 形成这种杀价竞争的这些行业 这些高耗能的产业 目前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净零转型的问题 这种净零的转型 它有可能会面临的就是 电价持续的上涨的问题 那工人有可能会不足的问题 或者是水资源 有可能因为气候变迁导致不够的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让我们这些硕化橡胶 这些等等的这些过去高耗能的产业 或高碳排的产业 那他们的产量减少 让他们自己 借由外部的压力逐步转型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一直持续的去降低 台湾一些电力供应可能掉倍会不足 劳动力可能会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想也有一些学者 面对中国取消 这个134项的ECFA关税减浪的时候 那抱持比较正面乐观的态度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加速的转型 事实上这也符合我们赖青的总统 他在过去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的台湾 要加速的从所谓的要素 驱动的经济成长模式 然后走向这一个创新驱动的成长模式 那你要创新你就要发展特用化学 你就不能再发展一般的这种泛用的塑胶 你要透过创新的驱动 你就要去往目前市场主要的一个趋势去走 就不能再生产过去这种便宜的这个塑胶制品 因为便宜要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先提到就是说134项这个ECFA的关税减浪的一个优惠取消 看起来对台湾还是没有冲击那么大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进一步分析 对台湾对中国应该怎么样来看待ECFA关税取消的问题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们在节目前半段 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 中国对于台湾实施这个ECFA 这个施压的这种状况 整个过去的这个历程 那也包含了中国目前公布 也就在上礼拜 5月31公布了这个最新的制造业PMI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家会觉得比较意外的 好像出现了这个说说的情况 那非制造业指数的部分也是有降低 虽然还是高于50 但是也是降到51.1 所以整体看起来 中国奔神的一个经济状况 还是没有那么乐观 那我们要来进一步的去看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 面对另外一个国家贸易制裁的时候 或者是给予的关税优惠取消的时候 到底对出口国的影响是怎么样 以台湾跟中国这两个国家 我们在ECFA的这个贸易上面来看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关心的是 中国的这个市场占台湾厂商的比重到底高不高 那中国的营收其实又可以再进一步分成 它是对于中国台商的营收 还是中国当地厂商 也就是中国本身这个厂商的一个营收 第二个是这些营收里面 它占整个厂商全部的营收到底比重高还是低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看说 那这些厂商比如说你一家企业 你的营收主要都是全部集中在中国 还是有部分集中在中国 或者是有少部分是在中国而已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 一旦这个关税优惠取消的话 对你这个厂商获利的贡献 前面讲的是说这个厂商 它卖到中国市场去 它的饼到底有多大 后面是整个市场 整个营收里面到底中国占的有多高 当中国占的很大的时候 也不代表说你的获利来源就一定在这里 台湾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厂商 虽然中国的营收占的比重很高 那海外其他国家 美国日本或东南亚的国家 占的营收的比重没有到中国那么大 可是呢 它在其他国家的营收 是比中国来的高很多的 为什么 有可能是当地市场的一个竞争 有可能是你产品定位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今天我生产的是 一般的高阶制程的产品 我是卖到美国 卖到欧盟去 我生产成熟制品的产品 这个制程的产品是往中国去的话 那因为成熟制程的产品 比较多厂商会生产 所以市场上的竞争会比较激烈 所以即使你的营收非常大 但是你的利润可能是不高 那先进制程的产品 那虽然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以做的人很少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这个台湾的厂商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我想这也是在最近 我们看到整个AI 这个人工智慧相关的产品 在发展的时候 那台湾厂商在这个部分 有获得这个利涯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台湾的厂商卖到中国市场区的产品 到底是卖给台商 还是卖给中国的厂商 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区分说 它到底是内部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一个货品的移转 还是是卖给外部的厂商 如果是上下游厂商之间 这个商品的这个移转 其实它取消关税优惠 我们可以肯定的 它当然会对于厂商 它的一个获利会产生压缩 但是会不会使得厂商整个竞争力不见 如果今天只是因为1% 1.5%的关税优惠 就会让厂商竞争力衰退的话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厂商 也不太适合台湾 在目前水电相对比较 这个需求大的情况之下 继续让这样的厂商在台湾生产 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第二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谈到的是台湾的部分 到底会不会对台湾的厂商 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到 台湾的这些厂商 跟前面第二点讲到的营收占比一样 这些厂商是只有在中国布局而已 还是有到海外其他国家去布局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以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全球供应链的移转 其实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那这个供应链移转 一定会越来越快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目前中国生产了许多的产品 包含我们在节目之中 跟各位听众朋友提过的 电动车 锂电池 太阳能模组 这些美国已经开始要 对于中国课征比较高额的关税 那欧盟目前也正在调查 虽然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警告欧盟 不要对于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有不同的这个贸易的报复 那警告归警告 我想欧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绝对不会随便受到这个威胁的 那当然欧盟的个别国家 比如说德国 他有可能很需要中国的市场 他或许会妥协 但是像法国或其他国家 他们不见得就会接受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刚刚想要提的就是说 以目前中国整体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 他面对这些成熟制程的一个晶片 未来面对进一步的调查 那在他所谓新三样的产品里面 也面对这个清销的一个调查 所以对中国他本身市场的一个就业影响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显著性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的内需有可能会继续的往下掉 中国这些产业 那对于上游的隐身需求也会往下降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虽然对他国实施的贸易制裁 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市场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制裁 我想对于台湾的厂商也好 其他国家的厂商也好 影响应该会算相对有限 虽然IMF在近期也在提高了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预测 但是这样的预测他有没有把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新三样的产品的这个反倾销税 或者是说他在成熟制裁晶片的产品会进一步受到管制的可能性 把他纳进来 目前我们并未看到 那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去看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市场本身的这个生产状况不好 PMI小于这个50 所以呢取消这种ECFA的关税优惠可能对台湾的厂商影响非常有限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PMI有关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中国的一个出口的新增订单 也是导致这一次PMI 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PMI会意外紧缩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新增订单呢 其实是在减少的 那新增订单如果是减少了 代表未来的一个出口也就会降低 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除了出口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极力要发展的内需 因为出口不好 所以他们还是持续的想要发展内需 那事实上我们都谈很多次了 出口跟内需不是被简单的二分的 很多人觉得说 我出口不行 那我就发展内需 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比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我制造业不行我就要去发展服务业 那我想当你的出口不好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原来是以出口为主 所以你的就业来源 就业的市场也都是来自于出口 一旦你的出口产业不好的话 你的就业市场就不会好 当你的就业市场不会好的时候 你的内需怎么有可能会好呢 就好比说当你的制造业开始持续的外移 当你的制造业的一个生产开始在降低的时候 那你说我就不要发展制造业 我要发展服务业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好好的想想看 服务业你要服务谁 服务业有可能服务机器 比如说设备的维修 服务业有可能服务人 比如说餐厅的这些餐饮 住宿旅游的这些消费 那一旦你的国家的制造业消失了 你的国家制造业创造就会人数消失了 那服务业最后的结果就是 没有说不行 你扶植了很多的服务业 最后只是制造很多没有竞争力的服务业 进一步导致服务业的低薪的结果 当你这个国家的制造业生产不好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的会展产业就不会好 你这个国家的国际观光旅馆就不会好 以台湾现在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这几年 不管是从台湾到海外工作的台湾人 我们知道的NVIDIA 我们知道的这个超为 目前负责的这些CEO都是台湾人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制造业或电子制造业 那在世界上被看见 所以当在台湾办相关的一些企业活动 或者是会展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国际重要的商务旅客到台湾来 那他们就会住台湾的饭店 在台湾的餐厅消费 搭这个飞机 或者是搭这个公路运输 再到处台湾到各地这个旅游 那借由制造业去带动服务业 进了就会使得服务业的就业跟薪资就起来 当有越多的生产制造业在台湾这个出口的时候 他们也需要金融的协助 所以金融业才有可能蓬勃的发展 金融的就业人数才有可能会增加 一旦这些制造业不见了 事实上台湾过去也面临过企业大胆吸进 大量外移的情况 使得整个台湾过去的一个就业相对比较低迷 薪资相对比较低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事件 跟现在现今的台湾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台湾目前大家担心的是劳动力可能不足 大家担心的是电力可能是短缺 如果有一个国家他本身的基础建设做得不错 但是这个国家他的需求太大的话 才有可能会发生我刚刚讲的状况 如果这个国家像有一些人常常会讲的说 你台湾经济好像不太好 经济不好怎么会发生缺工 怎么会发生缺电呢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看中国当他的出口的订单减少 内需也减少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国家的内需就是不会太好 那最后一个还是老话一句 整个国际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是非常确定的 我们在上礼拜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 台湾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是持续的在增加 也就是说为什么台湾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在增加 因为现在美国在对中国实施的关税制裁 不只有对中国他也会去紧盯可能从中国 那出口到墨西哥习产地的这些厂商 所以越来越需要去中国化或去风险的一个需求之下 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小 虽然有一些人还是会认为说 中国还是一个大的市场 没有错 他有可能是一个大的市场 但是他是一个正在从大的市场萎缩成小的中国的一个市场 那过去有一些厂商可能会透过墨西哥来习产地 透过这个东南来习产地 但是我想未来这些习产地都有可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地 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个产能 中国的生产会在进一步的这个降低 那对中国来讲 整个大环境当然不会是好事 那如果对中国不是好事 中国取消我们这个ECFRA关税优惠 自然也就对台湾的厂商伤害会越来越小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看中国持续的 透过这个ECFRA早收清单的关税优惠 想要来对台湾的一个贸易制造一些困难 我们的一个内容的分析 那我们节目今天的内容 就是有关于这个ECFRA对台湾的冲击 以及中国目前它整体的一个生产制造一个状况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